這個是中國的 上面是自來水 然後這個接頭的地方又把它湊開來 因為之後要 以後要重新鎖步的時候 非常謝謝美化部長 今天特別到桃園來關心 這邊自來水公司 在泰幻舊管的這個工程 我想說在泰幻舊管的過程裡面 無形中漏水率就逐漸降低 更重要的是 1月初的突發爆管事件這種現象 希望以後不要再出現 所以我們把這些老舊管線更換以後 希望給桃園一個更高品質的供水 第二就是說桃園是一個 在積極成長的城市 就像剛才美化部長所說 不管是民生用水或是工業用水 都在很快速的成長 所以我們市政府會跟自來水公司 建立一個非常好的默契 合作默契 將來在新區域的開發 或是這些民生居民入住比較多的區域 會及早把這些需求量預估好 讓自來水公司能夠在當地 有更充裕的這些供水設施的布置 讓將來這種缺水現象 能夠盡量不要出現